国拼教父刘国良 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拼协领导刘国良在体制内没有任何的职位 包括国拼 但是呢 他在另一个体系内有着一个等同于拼语中心副主任的级别 大校 那是2011年 35岁的刘国良真正的开启了自己的第三段人生 第一段人生运动员奥运冠军 第二段人生教练在失败中成长 第三段人生 他的专业能力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操盘者 2012年的36岁呢 他带领着男队残联了奥运会男拼的两块金牌 37岁呢 又成为了总教练 自从他当上了男队主教练之后 男团在奥运和四拼赛这两个最重要的比赛上 从来没有输过 为啥要特意提这个呢 因为2011年的四拼赛 那个男团冠军 对于他拿下总教练这个职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且2011年也让这割杀完成了接班 至于后来啥被刺呀 取官呀 拉黑的时候我就不说了 反正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没错 十几年前的刘国梁呢 只管着这个几个 男队的主教练而不是总教练 女队呢 不归他管 很奇怪吧 再说个奇怪的事 其实早在2004年 蔡振华升为拼语中心主任的时候 乒乓球队就没有总教练这一说了 这是2004年的新闻 来源解放日报 可信度没问题 这一停呢 就停了9年 其实很好理解 总教练只能从男队或者女队的主教练里边选 二选一的时候 但是呢 早期刘国梁呢 作为男队的老大 对吧 他太年轻了 而且04年竟然把奥运男弹金牌输给韩国人了 嗯 这张照片基本上可以说是近20年 国拼最失败的意思了吧 对吧 后来呢08年的刘国梁搬回来了 女队那边呢 又是师之号 他带队的成绩 其实比刘国梁是出色的 资历呢 也比刘国梁了 关键呢 他还是当年蔡振华主管国拼期间 把他从国外请回来的一个教练 两人关系 最好啊 而且呢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其实啊 当年带出张一林和王楠的两位大魔王 也就是前女队的主教练 陆元胜 本来呢蔡振华不做总教练 论成绩和资历 应该是陆元胜来做 但是嗯 大家懂得 这俩人不对付 所以05年蔡振华刚到拼语中心一年 就直接把陆元胜拿下 换成了师之号 前几年呢 有王楠张一林这两个大魔王在 还没少 成绩刚喊的 结果 10年老人退 心能善的时候 他赌心能可以行 结果 输了女团 连拿八次的冠军 这一下就尴尬了 还是那句话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段故事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 咱啥时候讲女拼的时候 再来讲一讲 哎呀 受不了自己了 说好的严谨的财经主播呢 现在已经彻底的被你们带偏了 哎呀妈 天天聊八卦 酷实 师之号输 没有很好地完成 心脑交替的任务 刘国梁赢 而且完成了心脑交替 刘国梁顺理成章的 就成为了总教练 男队女队一手抓 很多人传言啊 蔡振华和刘国梁有矛盾 可能很多人前几年 也看过这样的文章和报道 对吧 都是那些自媒体写的 无非呢 就是咱几科的情况 和电影中国乒乓的一些事情 其实呢 在2013年的时候 蔡振华和刘国梁的关系 是绝对OK的 甚至可以说 如果没有蔡振华 刘国梁很难熬过 那几年国拼最惨的时候 蔡振华呢 在后来 刘国梁针对国拼 做的很多很多尝试 特别是三叶华的尝试 他是予以强大的支持的 肯定 那个时候 蔡振华可是总局副局长啊 他不点头 能做得下去吗 确实 谁想刚接手国拼的刘国梁 其实碰到的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他的成绩 而是国球在那个时候的中国 没有人看了 贼尴尬啊 这就是当时的拼超联赛 十几年前 你以为就是以前吗 甚至2022年的现场 也没有多好 如果你说2022年 还是因为疫情 那2023年呢 拼超 樊振东的现场比赛照片 嗯 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人多 是吧 不过这几年稍微好一点的 至少有企业赞助了 也有城市愿意去举办这个比赛 十年前的时候 拼超联赛 长期裸奔 没有赞助商 有些地方呢 甚至连俱乐部都活不下去了 那时候拼超惨的 然后王楠自己拿钱出来 连续举办了三叶 可能很多人知道啊 这个圈子里面呢 刘国梁和王楠夫妇的关系呢 是最好的啊 甚至王楠和他老公的认识 都是刘国梁给介绍的 可能很多人清楚 他的老公呢 属于亿万夫妇 至少在十年前属于是啊 举手之劳就帮忙刘国梁呗 也帮国拼了 何况他媳妇还是这个圈子里的 是吧 也正是他们夫妻帮刘国梁 扛过了最难的时刻 直到后面刘国梁踩到了流量的风口 打造了三剑客 其实啊 很多人现在把国拼 有饭圈的锅 都甩到刘国梁一个人身上 其实啊 真正的饭圈是时代造就的 而不是刘国梁造就的 如果大家认为这个饭圈 那么有价值的话 那又怎么去解释 去年的拼操连山 那么多的空位置呢 刘国梁很聪明 他很巧妙的利用了一些 网络流量和饭圈玩法 让国拼在最难的时候 熬下去了 才会有2024年 这颇天的流量 他做的对还是错 我没有资格去评价 或许很多年之后 有人有机构 会去做出评价 其实从13年熬到16年的刘国梁 本来应该在大家的想象中 会在17年迎来又一个台阶 那就是拼语中心的副主任职位 其实我们都知道 总教练也好 拼写主席也好 都不是体制内的 而副主任那是实实在在的 副师级干部 16年呢 李月奥运会 整个中国代表团 成绩那么的差 国球依旧拿下了思维金牌 大家还有印象 16年中国奥运代表团 拿了多少块金牌 很不好 对吧 17年的刘国梁 41岁 这个年龄也正好是 他师傅蔡振华 提为拼语中心副主任的年龄 而且那一年呢 正好有一个 拼语中心副主任退下来了 嗯 林永波也属于中国体育界 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吧 如果你再看当时刘国梁的师傅 蔡振华的职位 副局长掌管竹篮牌 拼语的副局长 那刘国梁怎么说也是成为 副主任的绝佳人选吧 结果他不但没有等来副主任的任命 甚至连手上的总教练都没了 时间是2017年的6月20号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同一天 体育总绩还发了一条任命出去 另一个更激烈的战场开始了 只是那里是暗战 乒乓球这里只是 小虾名战 多说一句 杜兆才当时是以副部级的身份 去兼任主协党委书记的 而那时候的主协主席 是另外一个副部级领导 蔡振华 一个体育协会 有两个在职的副部级 代表啥 不急 我们下一个视频里面讲 好了 又啰嗦了这么多 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吗 可累死我了 做一个八卦博主 真的比做财经博主累多了